15号下午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影片说 飞行员第一次近距离俯瞰澎湖 想表达的是军队可以轻易逼近台湾 对此国防部说是假象 有空军高层判断 只要能见陆家在台海中线一带的高空 就能清楚看见澎湖 如果再透过相机的长镜头 可以营造禁迫感误导民众 共击靠近澎湖 对此大陆军事专家反击 说都拍到了台湾海岸线 并非是相机能营造的假象 批评台军是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 就在美国官员访台后 大陆警戒又公布新一波对台制裁名单 包括驻美代表萧美琴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以及蔡奇昌 柯建明 林非凡 王定宇和陈娇华等人 大陆点名将禁止本人和家属 前往大陆和港澳 也不允许有关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对台施压也包括外交场合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15号用视讯会见来访使节时 重申中方对台立场 强调针对美方每次公言挑衅 中方必须做出必要正当反应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中共再次见美国官员来访 刻意对台挑衅 陆维会表达强烈抗议 并强调台湾和国际社会 不会趋于威胁 TVBS新闻张志明 林敏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